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意义重大 在汕头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引发热烈反响 文展斌会见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访问团一行表示 市委市政府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更加优质的服务 为香港企业来善投资星链搭建舞台创造条件 我是举办第29届成人节宣誓仪式 1400多名成人军年代表在五星红旗下庄严宣誓 汕头营造笔学赶超赛龙躲紧的良好氛围 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 进一步激发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 奋力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取得新突破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2023年10月9号星期一 农历8月25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 10月7号至8号在京召开 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 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意义重大 在汕头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 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文化思想聚焦首要政治任务 围照新的文化使命 坚定文化自信 秉持开放包容 坚持守正创新 不断开创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为汕头建设去文化高地再立新宫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事关党的前途命运 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宣传思想文化战线 肩负着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强大精神力量 有利文化条件的重要职责 基层宣传干部表示 将紧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持续加强学习研究阐释 自觉贯彻落实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各方面全过程 推动各项工作落地建效 在做好新时代新增成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 展现新气象 新作为 作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一员 我将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 一方面 我们利用好精评宣传 精评融媒等新媒体平台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 传播党的创新理论 另一方面立足精评区白载商部的厚重历史文化 推出融媒精品 多元宣传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红色革命遗址等珍贵资源 宣传传传统节日和优秀传统文化 用心用情讲好精评故事 作为宣传部门的一员 我将积极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以龙湖四川等新媒体平台为重要抓手 围绕百千万工程和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等中心工作 围绕妈语岛 十一合艺术村 珠江路美食街等文化品牌IP 多渠道多形式讲好新时代龙湖故事 打造独具龙湖特色的城市品牌形象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 建设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近年来 博士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通过演绎民俗非宜体育等融合发展 拓展新业态新模式 进一步释放文旅市场潜力 特别是今年中秋国庆假期 我是举办国庆巡游活动 各地举办丰富多彩文旅活动 向市民游客展现潮汕优秀传统文化的 独特魅力 带动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八天假期 全市16家A级旅游景区 累计接待游客180多万人 比增26% 全市纳入监测的39家公共文化场所 累计接待市民游客64.5万人 比增45.5% 旅游收入31.5亿元 同比增长100.8%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 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重点在基层 关键在创新 我是文化工作者表示 将创作更多反映新时代新气象的文艺精品 想好汕头文化故事 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 作为一名教师 同样也是一名飞移的传承人 我升岗职任在间 我们将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众佑指示精神 自觉承担起 举旗帜 巨明星 欲星人 新文化 掌形象的使命任务 切实发挥好汐取人才 传帮带的作用 创作更多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的本土优秀作品 推动潮剧 潮越等古老的优秀传统文化 与时寂静 习近平文化思想 这是我们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 行动科学指南 上头是书协将坚定文化自信 坚持守正创新 根据中华文脉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朝圣文化防重发展 我们要以此为契机 着力加强对外文化交流 融入越港澳文化大王区 推进文化交流附建 推动各项工作 落地建效 10月8号下午 市委书记温战斌 在市委营兵厅 会见由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 史利德率领的访问团一行 双方在亲切祝谈中 共序相情相议 并就进一步加强 上港两地经贸往来 实现双方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 进行深入交流 文展斌代表市委市政府 对访问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 向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 长期以来关心支持 上头发展建设事业 表示衷心感谢 他指出 一直以来 以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为代表的工商团体 始终坚持爱国爱港原则 在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促进香港工商业界发展 推动香港与内地经贸合作交流 助力社会工艺事业发展等方面 做出了积极贡献 当前 汕头正以实体经济为本 坚持制造业当家 坚定不移走 工业立志产业强势之路 海上风电 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提速发展 纺织服装 玩具创意等传统产业 加速转型 以湾两岸一游一居 越东城际铁路 广善高铁 加快建设 城市管理下足 绣花功夫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发展前景广阔 未来可期 香港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在产业 金融 科技 人才 文化等方面 与汕头合作空间巨大 希望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 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立足自身资源优势 支持上港企业 强强联合 不断深化 交流合作 为推动上港两地 合作共赢 实现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 市委市政府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更加优质的服务 为香港企业来善投资兴业 搭建舞台 创造条件 石利德表示 近年来 汕头桥乡优势不断凸显 城市建设 日新月异 经济社会 活力迸发 三心仰特一大产业发展 势头强劲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 将一如既往支持汕头 经济社会发展 以助力汕头筹办 两大盛会为契机 引导更多在港乡亲 和工商业界人士 回汕 走亲 访友 考察交流 投资经验 为汕头加快 现代化建设 增添更多香港元素 市领导 蔡永明 王雪竹参加会见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 创立于1934年 是香港最大 及最具代表性的 非牟利工商团体之一 拥有会员企业超过3000家 致力促进香港工商业发展 在陕期间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 访问团参观汕头 巧批文物馆 华侨试验区 海湾文化中心 并到城海区 与玩具企业和行业 组织开展交流 访问团成员 对汕头坚定不移走 工业历史产业强势之路 取得的成效 由衷赞赏 期盼上港两地的企业 在玩具制造 动漫设计 包装技术等领域 寻找供应商机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 将积极为两地企业 合作发展 牵牵搭桥 为优质善货 提供展示和销售平台 现在变化很大 我们都是从事工业 也是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 留着我们心里的 同一个学 这个工业的一个业情 怎么样打造一个饼 要做得更大 我希望小山这个工业 要把我们这个做大做强 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 激发青年爱国爱党 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进一步培育青年的成人意识 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 今天上午 市委宣传部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团市委 市教育局等单位 在汕头京中海湾学校 联合举办第29届 成人节宣誓仪式 1400多名成人青年代表 在飘扬的五星红旗下 庄严宣誓 市委副书记 秘书长赖小卫 代表市委市政府 向参加仪式的18岁青年 及同龄人表示祝贺 勉励他们要坚定理想信念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接力赛中 把劳青春航下 在报效祖国 奉献社会 服务人民中 实现人生价值 要坚持勤奋学习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接力赛中 练就过硬本领 努力成为 学有所长 业有所专 既有所经的 一代新人 要涵养道德修养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接力赛中 展现青春风貌 自觉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内化于心 外化于形 以青春之资 担当起党和人民 赋予的历史重任 活动现场 与会嘉宾师长 为成人青年佩戴 成人帽并赠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成人青年代表 集体朗诵 18岁的使命 合唱成人歌 在成人节节歌 18岁的誓言 主旋律中 迈着坚定的步伐 跨越成人门 仪式结束后 与会嘉宾 与参理学生代表 还参与 绿美广东 成人林指数活动 1995年 汕头经济特区 创立了全国首个成人节 迄今已经举办到 第29届 29年来 我们不断的丰富 成人节的品牌内涵 充分实现了 思想政治引领 和价值观塑造的重要功能 今年 我们以竹梦青春 星象党 走在前列 建新功为主题 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主线 深入开展了 青马工程 绿美广东 青年先行 共职成人林 等一系列活动 引导青年始终 紧跟党 走在时代前列 激发我们汕头青年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汕头篇章建设中 挺应担当 这次活动 在我的人心中 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让我深刻体悟了 长大成人的意义 我要努力汲取养分 茁壮成长 我会像习近平总书记 所说的那样 珍惜韶华 奋发有为 争作一个懂感恩 勇当当 得财并重 康当大任的新时代有为青年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曼 市政府副市长王雪竹 市政协副主席黄丽飞 及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 出席活动 汕头营造比学赶超 赛龙躲紧的良好氛围 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 进一步激发县镇村 高质量发展 强劲动能 奋力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 取得新突破 其中 龙湖区 南澳县 在改革赋能 产业提升 城乡建设等方面 持续发力 龙湖区 周宿问社区正加紧建设智能停车场 这是龙新龙盛产业园配套项目 将建设两栋各11层的停车楼停车位近200个 计划明年8月建成 深受停车难问题困扰的附近居民谢先生 对此非常期待 在龙湖区 随着汽车保有量高速增长 停车难 停车乱问题 也随之而来 群众要求改善停车问题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作为百千万工程省级示范点 龙湖街道周初问社区 对辖区机动车保有量 现有停车位 潜在停车资源等 进行地毯式排摸梳理 结合区域规划发展布局 科学设计 合理规划 深度改造闲置空地 将边角地 闲置地建成智能停车场 合理施化停车位 有效解决居民日常停车需求 推动人居环境提升 该项目建成之后 能够有秀地 防解该片区停车难的问题 有秀地改善该片区的停车和交通环境 进一步提升了 我们城中村这个城市管理的能力 村居环境提升 也是实施百千万工程 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 在新海街道东生村 当地对富贵路 杏远路 两条速土路 实施硬底化 改造升级 并增设九百米绿化带 路灯 改造后的富贵路面貌 焕然一新 柳树 随风摇曳 勾渠清澈 空气清新 接下来我村继续着眼于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为中心 主要是落实到村积的防径体质升级工作 全力修除我们村道路安全饮放 提高村民的生活的幸福感和发得感 走在新海街道大兴村扇兴农业园木栈道上 连片荷叶景色宜人 此前这里却是一片荒地 当地通过实施土地流转出租引进企业 连片打造成占地一百二十五亩的农业园 积极拓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 这不仅美化了村居环境 也解开了村民致富密码 通过三支流转 将这一片原来的六荒地打造为现在的网红打卡点 杜绝了六荒地的出现 更发展了村集体经济 也打开了大兴村一张响亮的名片 地处外沙河出海口的大兴村 2021年以前 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不足五万元 为改变落后面貌 大兴村通过实施土地集约化流转增收 提升基建筑巢引缝 合作经营推动产业融合 增加村民就业新渠道和经济经营新项目 带动村民再就业 同时积极盘活农村闲置资源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提升村集体造写能力 如今的大兴村焕然一新 集体经济年收入达15万元以上 实现环境质量和经济发展 双向提升 近年来 南澳县江产业作为促进 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石 聚焦培育新业态目标 持续做优做强海岛特色产业 在厚宅镇西山休闲综合体项目签设现场 工人们正忙着搭建高标准联动大棚 这是南澳县首个农旅示范项目 由深圳南澳共同实施 占地面积约700亩 即高科种植 休闲采摘 主题民宿 乡村旅游 科普教育等于议题 以期项目中心区域 预计今年12月完工并正式运营 借鉴深圳国企的资金 技术管理经验 与南澳的乡村振兴 旅游资源深度结合 打造发展海岛特色休闲观光农业 同时 我们也结合正义资源特色 招商引资 引进了国家卡丁斯营地项目 和谋划夜市经济广场项目 等一批重点产业项目 推动海岛特色农历产业发展 在落实百千万工程部署中 后宅镇着力提升县城品质和承载力 打造具有现代特色的海岛城镇 探索具有后宅特色的强镇新村之路 后宅镇实施路网升级改造 以及县城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成立老书记老干部 现场协调组多方协调 县相关职能部门支持办理容缺手续 改造完成东重路 重文路 中兴北路等道路 让群众享受家门口的幸福路 同时对建筑物外灵面进行海岛风情主题改造 统一商铺招牌 打造网红打卡背景墙等 实现老旧小区换新装 城区颜值再提升 县城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既是民生工程 也是发展工程 实现道路从土到疏 环境从乱到美 群众的生活品质得到提挡升级 改造后 县城老旧片区发展动能有效提升 为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昨天 南澳县首场百千万工程现场会 在后宅镇召开 通过建立 镇村永征仙 齐推百千万一线办公和笔学赶超机制 推动全线各级各部门 民思路 找差距 解问题 求实效 努力争创先锋 争作表率 下来 南澳县将聚焦特色产业 全面提升旅游基础设施水平 推进海洋牧场 海上风电厂项目建设 打造一批村荣村茂 原林化 家庭电路 精致化 特色文化 景观化 生态旅游规模化的 富有特色 个性鲜明的特色村 改善生态环境 不断擦亮 和美海岛 金子招牌 加快推动 百千万工程 从施工图 变为生动的 实景化 停止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市中心医院 市皮肤性病房志愿等单位 分别走进汕头中美民生热线直播间 就市民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回应 在促进高校毕业生等年轻群体就业方面 市人社部门表示 今年已牵头出台 2023山头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十大行动方案 并积极搭建多样化求职平台 今年截至目前已举办140多场线上线下招聘会 多错并举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 市人社部门还加强公共就业服务 鼓励用人单位吸纳重点群体就业 加强对高校离校未就业 别生实名制跟踪服务 组织开展就业见习 目前前市认定见习基地192家 提供见习岗位5598个 每业对试验人员进行不少一次的动态跟踪管理 为他们提供职业指导 职业介绍重点帮服务 各性化就业援助等金组就业推荐服务 市交通运输局向市民介绍 扇扇铁路 越东城际铁路 张扇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展 越东城际铁路一环一色线项目 目前各个站点正有序的铺开 其中汕头的农户复中站 时代广场站正在开展维护结构的施工 汕头一中站正加快场地的配套建设 同时汽车总站站也将进场违避施工 赖措跟连堂的施工也正在加快推进之中 这个项目的主要是位于中心城区的主要干道上面 在施工期间不可避免的对交通以及周边的居民生活生产将带来不便 那么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够给予谅解和支持 我们将督促建设施工单位全力以赴 加快推进争取尽早的环路渔民 为大家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交通环境 节目中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旧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保育活化 大型场馆合理利用 以及公共体育设施开放 月书八建设等这点做回应 并介绍我是文旅综合发展情况 今年来我是把握文旅消费复苏的契机 聚焦消费这点推出惠民举措 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特别大力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 推动演绎 民俗 非移体育等综合发展 拓展新业态新模式 释放文旅消费新潜力 我们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服务 提升城市的品质 特别是又做好我们的城市的基础 设施的配套服务 加到我们的文理宣传 做好我们文理市场的持续的维护 加到我们的整个从业的监管 为我们的整个城市的旅游品质 营造一个良好的一个氛围 节目中市中心医院介绍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 市中心医院异地重建项目情况 有市民还就科学治疗 新冠三阳感染等问题进行咨询 从我院目前就诊的病人来看 三阳患者比例还是比较少 那么三阳患者出现症状跟以前基本相似 发现自己阳性以后 首先要进行健康监测和对症处理 症状没有改善 要及时就医 看病毒药物要在专科医师的指导下服用 当前正值下秋季节交替时期 部分人容易出现皮肤搔痒症状 是皮肤性病房志愿 围照中西病重守护皮肤健康的主题 上线做介绍 皮肤病 花以外 盐以内 降与市民针对这种情况的话 平常应该多吃水果 蔬菜 多喝水 加强补水 注意防晒 选择一些正确的补水 保持的护护品 观众朋友 今天的渗透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明晚同一时间 再见